天氣已經非常熱 現在已經是5月28日 已經5月底了 其實5月已經很熱了 已經是夏天開始 立下 如果戴錶 我想最適合一定是戴這款 非常應勁 Grand Seco 你可以說是四季 其實四季裏面 就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它是根據24氣節 所以它是分24個名字 即是24段 對於鬼島來說就簡單一點 你跟它說什麼立下 雙降 它應該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所以簡單來說 這隻就是夏天 但是日本人當然是 跟農家的文化都有這個傳統 所以其實這隻標 你說夏天當然可以 其實它就是立下 剛剛Early Summer 一個深馬的開始 會這樣說 Rica 這個是應該是日文 Rica 立下的日文 我會這樣理解 它是根據24氣節 所以如果你對24氣節有認識 應該是可以用一個更加精細的層次 去到理解它這些標 以及以前也有些標 寫著什麼雙降 那些 我想是整體就更加有趣 這樣 講一下這隻標 這隻就是 62GS 應該都很熟 都不需要我多介紹 SBGH271 一隻Highbeat的機心 定價現在 應該沒有加價 四萬七千八 是不是 我又忘了買的時候多少錢 是不是都是四萬七的 還是四萬六千幾 有沒有加價呢 我又不是很清楚 一隻鋼的手錶 也是一隻 就這樣三針Highbeat的機心 綠色這個面 我最喜歡就是這種 比較深一點的綠色 比較近黑一點 所以就 你見到印一個白色的字 就是銀色 你可以這樣說 最美的就是 它那個 時針 分針 秒針 就是針和字釘 和那個框的配搭 變成 就影襯著一種 綠色得來 有一點點 好像 一種 陽光 就是散射一點 我覺得這個畫面 都幾正 整個背景都 都是想過 一種竹林 但又不是光脫脫的 是很貿密的 那時候 就是現在 五月這個時候 是最搭這隻錶 陽光是很舊 那些植物 是很多葉 很茂密的森林 松林 或是竹林 都可以 那些陽光 是射到下面 雖然 那個竹林 是很活 很茂密 但那些陽光 經常太強 射到下去 所以 跟這個金針 是有些影塵 但是 亦都是有少少 少少風的 少少 但又不算是微風的 少少那種風 但又不是很大 不是打大風 是可以吹到那些葉 有少少這樣動動 即不是微風 又不是打大風 又不是巨風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是一種 又是很涼爽 即是你感覺 又很焗 有少少濕 也有少少濕 但又沒有春天那麼濕 但是風吹過來 又是舒服 又是涼爽 可能是在海邊 整隻SBGH271 就有這種納下 夏天一種五月時分 現在還未過五月 今天是五月二十八號 星期日 外面是很熱的 即是三十幾度 即是三十度附近 就有這種感覺 待會帶這隻錶出街